為了我自己 我當然是為了我 一開始是為了我自己 但是如果我越做越久之後 我會發現其實 蠻多的社會上當中的人 是需要一些被幫助的 不管是我工作上的 保險的需求 就是可以幫助到家庭 他們的有些人遇到狀況 可以真的去解決他們的家庭狀況 第二可能是 比方說我帶重獻 我也會讓他進入這個團隊學習 讓我自己也會學習 所以每個人生命都有成長 我覺得後來比較多會在 真的是幫助別人 跟生命成長 那你知道當職業越高 其實 有些時候 不要講什麼啦 越高其實越不容易 就是你要去帶人 然後你要謙卑自己 然後你能夠更加的信任 你覺得這是在職場裡面 是很不容易的 就延伸 剛才微笑的問題好了 喔好 對就是 因為你們這個產業 是需要大量與人互動 所以我想要問 重獻就是 你在與團隊 或是與客戶溝通的過程 你覺得要怎麼做會比較有效率 對 你說溝通要如何 對對對 好 這個部分的話我覺得 嗯 團隊的部分我覺得 就是要互相 在溝通的時候 都必須要比較坦誠一點 對 因為假如你 你們在溝通的時候 你們講的東西都是 魔力兩可 對魔力兩可 那你們溝通的時候 一定是沒有辦法達到 一個良好的效果 也沒辦法解決問題 對 所以我們溝通的時候 如果都可以互相比較坦誠的話 那相信我們都會有 很有效率的 溝通 溝通真的是一門學問 它真的是一個 一生都學不完的一個功課 那我想問世軒說 你覺得在職場當中 讓你最辛苦的經驗是誰 那在你的工作裡面 你會遇過 讓你 曾經讓你最受挫折的一件事情 大概就是今天晚上吧 炭牛假背 炭牛假背 感覺就要失去一個 好的同事 對 還有四個團員看 團員各分東西 對 剛好東西浪費 不要不要練 只剩微笑 站在中間 剩冠傑了 剩冠傑了 剩冠傑 冠傑 就去買雞排了 還要鎮壓這整個圈子 不要把我們秘密講 這時候還是需要 互相幫助吧 買買雞排 買雞排啊 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工作 需要自律 因為我們工作比較彈性 可是我們需要有一個 安排好自己的時間的事情 或者溝通 可能大家對 因為對保險業務 都會有一個先入為主 就是 在拉保險或是 怎麼樣的感覺 所以你必須突破自己的一個 心魔 可能別人不一定這樣看 可是你自己一定會想自己的 所以你在 面對每一刻的時候 我覺得都會 都會 跟自己在溝通一次 或是你跟自己 到底定位自己的工作 我覺得這跟每個人工作有點像 那你在每天面臨到你工作當中 你到底 是不是真的是 在你 知道你在幹嘛 所以每次 每次面對你自己的挑戰的時候 都會再回去問自己一次 或是你會 真的越做越 有熱情的時候 是因為 你把 這些困難 不當成是困難 而是你真的了解自己做的事情 是有意義的 你就會把目標當成眼前的事 但是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每一個工作都會面臨到 那種工作比較有這些的狀況 我覺得很多人對於業務的迷失 真的就是說 又要被辣保險 我覺得透過這集 其實也可以讓觀眾朋友 現在觀眾朋友 能夠更了解 他們所做的工作 其實也很不容易 你所做的 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對 真的是非常有意義 好 那你覺得在你的工作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什麼事情 讓你最挫敗 甚至說 我覺得我可能還是離開公司 離開業務 我可能不是這塊的料 有沒有 你們曾經過這樣的想法 逆圖 我呢 第一個 就是考證照 因為考證照 是 剛剛買雞排人在那邊笑 他們兩個都考蠻快 但我考蠻久 反正呢 考證照這件事情 對於業務 雖然聽起來不是主要的事情 可是你必須考過證照 你才能賣 但對我來講呢 我覺得考證照 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 我大概 考了 一個陣道 大概至少考五次 可是我就覺得 天啊 我是 閱讀障礙嗎 就是我會懷疑自己 到底是 我沒有辦法在我真的要做的事情上面的時候 發揮我的常駐 可是我必須先面臨自己的 最 不散場的地方 對 所以我覺得每個人都一定會面臨到這件事情 可是你需要突破 因為你沒有做到 沒有辦法 OK 好 好 那阿肖 好 那我就延伸回笑剛剛問視訊的問題 哇 你這麼厲害 我這當中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然後你是如何面對這個挑戰 對 最大的挑戰 我怎麼記得 你的問題是團隊的挑戰是什麼 團隊的挑戰 欸 我就是投變化球的人 在 團體的 組織的活動中 有非常多方面可能需要互相協助跟合作 而且每個人的個性都會不一樣 而且 像是習慣啊 習性也都不太一樣 所以每個人要怎麼如何 讓他們 就是都需要磨合 對 而且要怎麼磨合 讓每個人都可以非常順利的去完成 共同的一件事情的話 這我覺得是這個團隊會遇到一個挑戰 做為一個臉修 要怎麼樣去統整大家的想法 對 許許多多 可能 人的問題 事情的問題 當事情一多 爆炸 大家都 不曉得要怎麼辦 我覺得在工作的裡面 真的是很需要 有 你像你講的自律 也需要有智慧 以及應變的一個能力 我覺得這些其實都蠻重要的 這個實踐的過程當中 你可能會遇到哪些困難 那你是如何克服的 困難 蠻多克服的喔 呃 如何去克服這個事情呢 我通常 如果遇到心情不好 我會先睡覺 那問題會不會變大 其實睡覺真的很重要 因為其實我 我看研究的顯示 就是如果 你讓 微笑國式 就是說 沒有啦 不敢當 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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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博啊 那個社群微博 阿蘇大陸 微博 還有微信 還有微信 可以可以可以 然後怎麼樣讓我們 所練的東西能夠 記得 就是去睡覺 這就是去睡覺 你說樂器睡覺還是你睡覺 好 我睡覺 其實大腦 當它有充分的休息的時候 它在接下來的 運作的過程 它會更加的順利 我之前有看過一篇關於樂器的一個文章 它說 你今天練了四個小時還是三個小時的樂器 大腦在睡覺過程當中就會辦理記憶 我覺得 你剛剛講的也沒有錯 就是 當你真的是很煩躁很崩潰的時候 你去睡個覺 有點像重新開機的 reset 工程師嘛 所以懂 對 所以 有時候reset了就死掉了 有時候reset就死掉了 就死掉了 最近有多笑哏 笑哏 笑哏 我也在想一次 其實有一次就是我 那跑第五次的那個放榜那天 我心情很煩 然後我不知道怎麼辦 那時候剛好我在跟他錄音 然後我就請他 為我禱告 事情是 就是 你 會請別人 為你的 不能做到的事情 禱告 這件事情就表示說 我們其實常常在外面的社會 我們會面臨到很多的困難 你會記住自己 非常讓別人看到你的 最弱的一面 可是其實有時候 當我們在分享自己 最弱的那一面的時候 其實你的 你在困難的當中 你就被抒發出來 你就被解決了 剛才多了一個問題 害我嚇一下 我是不是問太少了 節目的尾聲呢 就是我想要請 仲宣跟世宣 可以 簡單的用一句話 給線上的觀眾 我相信線上的觀眾 有些人可能也跟你們一樣也是 做保險的業務 也說不定 有些人可能也正在面對 工作的挑戰 希望大家都可以 聽從你自己心靈的聲音 欸 做保險的 好 沒關係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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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自己的信心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這是一句出於 聖經的謊 是呀 是呀 太好了 好 其實你們今天有 不為大家帶來一首歌 對不對 很符合他們這個 行業的一個標準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說 這首歌叫什麼 我們現在對自己說出來 我怎麼算了 耶